請張部長 部長你好 我想這個 對於民營化的問題 政府有一個立場 不過工會有工會的立場 我們還是希望說這個部分 已經講了那麼久了 但是事實上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清楚的一個 一個政策的方向有沒有改變 政策的方向沒有改變 之前 以綜藝為例 之前就提過民營化 後來也是因為工會有意見 所以這次在提的時候 當然 綜藝公司會更努力的去跟工會相關團體去溝通 那麼當然 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目前還沒有能夠確切的提出民營化的時程 是 好 謝謝部長你先請回 接下來請 漢翔劉董事長 請漢翔劉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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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個問題 這個漢翔雖然他的盈餘 高過這個原先的 這個法定盈餘 原先的預算 但也不是沒有隱憂 但是我聽到一個所謂的要民營化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預算在立法院都會延宕 所以比不過沒有辦法因應外界的競爭 那不完全是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政府每個都比照中央模式 那這個政府出入都降到40%以下 那都預算不要送到立法院 那直接政府處理 那就沒有國會的監督了 這個部分我覺得其實 到底適當還是不適當是可以討論的 另外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就漢翔而言 國防部有一個所謂的廠商黑名單 為什麼漢翔會被列入這個國防部的黑名單裡頭 百分之百國營事業裡居然被國防部列進 非常請豎進好嗎 居然被國防部列入這個採購的黑名單 這個到底是各種原由是什麼 你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委員謝謝 列為拒絕往來的廠商 這怎麼回事啊 報委員我先針對第二項說明一下 最主要是我們承接國有名空軍官校的相關的案子 但那是我們頭一次接軍方的案子 在交接的過程中 以前你們不是建造過軍機嗎 那現在我們一直上訴 那現在判我們走行政法院判我們是勝訴的 但國防部呢現在繼續要打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還在上訴的過程中 我們現在已經不在黑名單之內 你們現在已經不在黑名單之內 是的 但是也要等最高行政法院最後的一個決定嘛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現在行政法院判點我們不在黑名單之內 呃 判我們勝訴 所以我們不在國防部的黑名單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原先的這個 這個獲利啊 雖然是正面的 但是事實上的獲利率是降低的 是怎麼回事啊 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在 你們預算是成長的 毛利率也是增加了 淨利反而降低 其實我們的獲利率是增加的 在去年院合的這個相關的 是4.67 在決算裡頭我們是5.52% 那在今年的 在今年我們是 院合是5.19% 到現在我們大概在8%左右 我們最主要在算這個預算的過程 因為有很多新的購案跟單子 我們還沒有 拉到這個相關的計畫裡頭去 所以說我們在公司營運的目標裡頭 我們會設定我們自己 一到任何的預算 我們再往上加 設定我們自己的目標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坦白講 要獲利啊 是要很很用心很困難 可是問題是 你們近年來 因為廠供應商延遲或交貨 這個品質規格沒有符合契約規定 而被裁罰 違約金 罰了將近五千多萬 四千九百多萬 跟委員報告 為什麼會這樣子 第一個 我們現在有在 因為我們的原額受到限制 所以說我們現在很多 新來的人 他在訓練的過程中 他會產生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彌補措施 就是加強訓練 然後由領班來督導 希望能夠把這個瑕疵 或者這個降低 第二就是軍方的業務 他在下定的過程中 他比較冗長 他是量多向少 對不起我講錯了 量少向多 非常非常繁雜 那我們要去跟他相關的供應商 去談的時候 有的時候供應商 不願意開這個生產線 如果說供應商不願意 談這個生產線 我們自己要去翻修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會產生延遲的交的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會 這問題還是要必須改變 要不然你看 新英庫才獲得 獲利才獲得 你101年度獲得13億 12億 5000萬 一罰就罰5000萬 那不是很冤枉嗎 尤其你們自己的這個 這個年度的這個營業 也有高達170幾億了 報委員 有時候是在航台 他是講求高精密度的 那我們還有一些新開發的業務 在剛開始接單的過程中 他製成的研發 材料的運用 他會有一個成長期 我們現在要壓縮這個成長期 壓縮這個成長期 讓我們這個成長期 能夠盡快的能夠獲利 但是報委員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過程 但是真正是因為 這是一個陣痛期就對了 對 所以說你們應該可以將 將來在未來 譬如說 在下個年度 你們這個因為違約 因為這個品質規格不符合 因為銜接 吸引人的銜接 導致這個生產效能有影響 這個部分應該降低啊 這樣才能提高存力 而且事實上中間應該有些賞法的 報委員 你說的沒有錯 有很多案子的判定是在現階段法 但是我們都經過爭取之後 過錯不在我們 是屬客供料的部分 還要回歸於原我們的客戶 他會把這個錢回歸給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 那你所以我想說 你還是要給我們的書面的東西 我們才能了解說 依照您所講的 有多少是因為原先他 他裁罰多少 但後來因為你們經過申訴 因為經過溝通之後 這個裁罰 報委員沒有問題 我們事後提供 好 OK 謝謝董長